好,那我就開始囉 好,那大家早安,我是Cofay真的假的 聊天機器人的客人主Mr.RD 那這個新年期間其實就有 大家都有收到像這樣的 蠻多人會收到像這樣的訊息 那這個訊息呢 請大家不要去全家便宜商店 然後另外在新年期間同樣也有一個訊息 請大家不要去吃蛋 要不然的話可能會去 可能會得到乳癌之類的 那自然而然也會有訊息呢 把同時叫大家不要去全家 以及不要買蛋 那這些訊息其實在LINE上面一直流傳 然後又有這麼多種不同的變種 所以其實在大家如果是自己獨自面對 在在LINE上面這些群組裡面 收到訊息然後要去查證 然後又要面對這些變種 實在是非常的痛苦 那我們認為說其實 如果面對假訊息這麼痛苦的話 他們其實就有點像是在懲罰這種 就是意識到假訊息危害的人 所以Covac真的假的這個專案 希望做到的事情就是 讓群組裡面的大家不用再顧軍奮戰 所以我們呢就做了一個LINE的機器人 陪伴大家一起來面對LINE的假訊息 以後如果你遇到想要查的東西 可以分享給Covac真的假的 那他就會自動告訴你呢 其他的貢獻者對這個訊息 有查過什麼樣的資料 這個訊息知道要回什麼 是因為背後呢有一個資料庫 若是機器人收到一則訊息 資料庫裡面找不到的話 他就會問對方是不是願意成為 全世界第一個回報這個訊息的人 他同意之後呢 這個訊息就會出現在網站上面 下兩樣的編輯們就可以進來 看訊息寫回應 我們從26萬的LINE使用者 收到超過7萬則的訊息 另外一邊呢也有人在網站上面幫忙回應 這些資料已經開放在網路上面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我們有第三方的全法揭取Covac API 然後也有調查記者智庫 然後學者用真的假的資料庫來做報告 形成一個生態系 讓社群誰去做成果 可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今天Covac真的假在這邊呢 是用大家一起來做訊息 就可以讓Covac的DW網站 替有幫助的查核回應按讚 有幫助的回應可以在 就是Covac真的假的兩天機器人裡面 更容易被看見 如果你看到了一則 想要親自回覆的訊息 這個頁面的資訊也可以幫助你判斷 這個訊息有多熱門 你可以看看相似可疑的訊息 這邊已經有其他人 對類似的訊息寫過回應 你在這裡填寫的內容呢 都會讓聊天機器人看到 也會加會Covac生態系的大家 經驗貢獻也會呈現在你的個人主頁 那程式開發方面 我們也準備了網站跟機器人的 goodfirstissue 徵求no.js跟react.js的工程師 我們可以一起讓網站跟機器人 變得更好用 那就是有興趣的人可以到 cofax.tw.hack 然後讓我們一起來陪伴 在line裡面收到謠言的人 好 謝謝Covac的分享 那其實Covac是一個 也蠻成型的一個社群 我想好像定期也會舉辦一些小劇 例如說我記得3月的時候 應該也會有一次小劇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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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